美国自身记者包布伍华德 是他所著作的新书 《震怒Rage》 在这个书的 在这个月的15号就上市了 不过早在上市之前 媒体透露这个书斋内容 就已经引起巨大的讨论 书中收录了 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7月 总共18场川普的专访 超多的 18场 他跟川普讲了18次话 一对一访谈 大众瞩目的这个内容 除了这个川普跟这个金正恩之间 25封没有公开的私人信件之外 哇 25封 那既然还爆料了川普 其实早就知道 COVID-19病毒非常的危险 却一直都在装没事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 这个出一张嘴的凯莉 来跟我们聊聊这本新书 大家好 我是凯莉 刚刚我已经忍不住 讲很多话了 我是觉得真不愧是 美选要到了耶 你看这几个月 每个月都有人在出书骂川普 6月是他的什么前国安顾问 7月是他的侄女 现在9月 这个什么记者 吴华德 好 吴华德 他跟川普的关系 感觉没有很近 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可以爆料 可是为什么都只有人骂他 都没有人出书碰他 可是我说实在 这吴华德是真的很厉害 他出的书在美国的新闻界 跟政治界 其实真的是有 特殊的地位跟意义的 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每个记者 都有自己的擅长领域 像我们就是擅长 聊国际新闻 或讲一些 自己说自己很擅长 或者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就蛮擅长干话这个部分 OK 好 那有人特别懂说医疗 那有人懂财经嘛 那这吴华德特别擅长领域呢 就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这擅长也太奇怪了吧 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官 对 他就很特殊 但是你不要以为 他只是靠这一招 所以只能靠这个混饭吃 他是真的在美国总统报道上 是特别有成就 那最早他会成名 就是他在1970年代 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就跟同事一路追查水门案 到最后就直接把尼克森 给逼下台了 他也因为这个事情 就得到普利兹奖 实习生得到普利兹奖 对啊 厉害吧 这好夸张 不过他如果实习生 他几岁啦 他现在77岁啦 77岁还做这么多访谈 可以吗 所以年纪大的人 还是很厉害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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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之呢 他在这几年 总共出版了二十几本书 那几乎每一本都是在 描写美国的总统 或是副总统啦 所以真的可以说 他的事业就是 采访美国总统 好吧 那这样讲 好像就是说 如果你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你就从来 没有被吴华德写过书 就等于你根本没进过白宫一样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是有点夸张啦 有点传统的感觉啦 对 可是这个吴华德访问 美国总统这件事情 在新闻跟政治界 就是真的很有公信力 所以又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 不过其实吴华德在两年前 就已经出过一本 这个川普的书了 那里面当然是没什么好话啦 所以我觉得就很奇怪啊 人家都已经出过书骂过你了 川普又讨厌这些媒体记者 为什么会愿意给他访谈 他是很M吗 你是SNM的对吧 对对 OK 不知道了是自己去Google OK 那我说实在 人家就是够有名嘛 就不管他是在这个骂 或是在称赞 总之呢 就是可以称到很多版面嘛 而且呢 与其给人家还不自己写 所以不如开放这个访问呢 还比较可以控制内容的方向 可是我看了这个书摘 看起来川普没有在控制啊 你就知道 川普就这样啊 这就是他控制的结果吗 就是这样 那你有看过书摘的内容吗 你觉得最猛的料是哪一个 那当然就是他早就知道 这Covid-19很凶猛这件事情嘛 因为里面就是要讲说 其实在美国第一个病例死亡之前呢 川普就已经知道 这个病毒很致命 而且比起过去任何很可怕的流感 都还要严重 也早就知道 你只要呼吸空气就有可能被传染 可是这件事情之后呢 3月初的时候川普还公开说什么 啊这个就像流感而已啦 还办了一大堆大型的室内造势活动 对啊 我也觉得这个是蛮严重的 那你不觉得这个很扯吗 真的不知道川普在干嘛耶 川普其实是有出来解释 他就说就是要淡化这件事 不要造成群众恐慌啦 我想要担任就是一个啦啦队的角色 鼓励大家度过这个期间 什么啦啦队啊 对啊 他自己就说啦啦队哦 然后我还有看那个Trival Noah 还有讲说什么啦啦啦队 你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是教练好不好 所以真的很夸张 对嘛说的是 不过那个川普还有把这个记者 大记者吴华德那个拉下水哦 川普在推特上面说 你看吴华德当初也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马上公开啊 他代表吴华德觉得我这样做是OK的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点强词夺理啦 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个吴华德 这样做的理由耶 真的吗 可他被骂耶 他就在说啊 你就是一直压着消息不放 你是不是要卖书 我觉得喔 我觉得这不能这样讲 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跟战地记者的争议 我觉得是有点像的 不是常常有这个战地记者 就拍一些战争中很惨的照片嘛 结果就被批评说 你怎么都有空拍照 没有先救人 那我是觉得记者这一行呢 就是常常被误解 大家知道 从这个事件到新闻中间 其实有很多程序是省不了的 那要是弄到最后这篇新闻的 真实性被质疑的时候 或是在不对的时候 发出来的时候呢 结果被其他更有话题的新闻淹没 所以说不是说马上发 才是对社会最有贡献的啦 好好好 那你这样讲的话 那什么时候发 总是要有个平衡点嘛 你是要现在这个往前推一点 书中印的时候发吗 还是定稿的时候发呢 就搞到现在书都要出版了才发 那一定就是为了要卖书啊 说到底这个武华的工作是记者 他又不是防疫专家 对不对 我觉得为什么要要求他去 不顾自己的专业 先去揭露这个消息呢 而且你看哦 现在美国都还有一大堆人在说 这个什么自由 呼吸是天赋人权啦 所以说你就算他提早公开内容 也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吧 最好是像现在这样 趁着选举好好出一本书 那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 你不觉得这样效果很好吗 我不觉得 因为这就跟你刚刚战地记者的论述 有很大的不同嘛 那因为战地记者 你要为了要救这些战争的受害者 你要把完整的讯息呈现出来 可发挥最大影响力 可是华德这不一样 他访问川普到现在还是什么 好几个月了耶 而且美国现在死了这么这么多人 如果他提早把这个讯息揭露出来 我觉得才是帮助到最多人 让很多人可能就不用白死了 OK好 那这个可能性就很多啦 比如说有可能他本来就不觉得 这个多严重嘛 那结果后来发现超严重的时候 书已经快要完成了 所以干脆眼光放远一点嘛 在能够影响选举的时候公布 反正这个对防疫没有多大帮助 不如就换成对美国未来 做一点贡献 我是不知道他工作流程怎么样啦 不过他自己也有说 他其实有这两天有出来讲 就跟你刚刚讲有点像 就是他其实是之前不是很确定 川普是什么意思 有可能在说中国那边的病毒很严重 所以他有说他有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确认这个事实 但我觉得还是借口 好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啦 说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在猜啦 我只是觉得他的资历 我是觉得他判断 应该是比卖输更好的理由 而且你看这个77岁了嘛 他也是高危险群啊 美国疫情爆炸对他没有好处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纯性卖输 你干嘛把人家想那么坏啊 我才觉得你都把人家想的是好人 很奇怪啊 你也都是猜的嘛 对啦好啦我们都在猜啦 对啦 好啦那这本书出版以后 真的有影响到人民的风向吗 欸其实我是觉得影响不大啦 因为本来就支持川普的人就有支持嘛 那反对就会反对嘛 那原本支持川普的人 也不会因为看到这本书 就喔喔我投拜登好了也不会 所以就算这个民主党跟媒体人 现在一直狂炮川普这件事情 会去投的还是会去投 好那这些人都没有跳出来反击吗 你说川普支持者嘛 对不对 我还仔细查了一下 还真的是没有啊 我觉得就很像 大家就觉得啊这件事 希望大家有点争议呢 那赶快大家忘了最好啊 就很像哈 这个支持民进党的人都不会提七天假 那支持国民党的人都不提新疆 喝粉都不提口罩贩卖机一样 啊你时代力量勒 你怎么怎么时代力量就漏掉了 要骂一起骂啊 喔好啊 呃现在还有人在支持时代力量吗 欸你怎么不这样 有啦还是有啦 好那我知道 那支持时代力量的人 就不会提黄国昌很独裁 喔他说的喔 哈哈哈 要骂骂他OK 好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就很像 那支持你的人就不会说你是中共投入人 谁给你中共投入人啊 好啦 反正呢你说这个说的也没有错啦 那现在美国的选民的选择 跟立场都会越来越极端 那大家都只会是去看想自己想看的东西嘛 那几本书或是报道呢 其实很难改变投票选择 但是这本书呢 我是会去买来看的喔 这个Bob Hoover的书 不是畅销而已喔 在美国是被视为珍贵的史料 所以也许这本书没有办法改变 现代美国人对川普的看法 但是这本书一定会影响到将来的世代 对川普的评价 大家对于这本书如果有任何看法的话 非常欢迎上网来跟我们讨论 大家可以去敲碗书哉 范姐的书哉哩看了没